部長 總經理 我們易算法是審計部吧 審計部齁 那我們請副審計長好不好 好 部長 我想 首先喔 我要先請你回應一下喔 三個禮拜六 將近有五六萬 的民眾走上街頭 那響應三一四全國會合大遊行 高喊2015能演民族 你知道吧 是 那個包圍我們都有注意 今年的訴求是什麼 今年有七個訴求 有七項訴求 主要訴求 你不要說你連政務部長都不知道 人家走了老半天 你連訴求都不知道 我們很注意 你有沒有注意 你注意什麼 他的七個訴求 主要訴求啦 講主要訴求就好 趕快講 主要訴求 他裡面我比較 就是 我有一個比較印象深刻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來 看能不能節約 節省一個核電廠的那個 供應量 你看你看你看 昨天喔 北中南東喔 都分別 有大遊行 主要訴求就是要 這個告別核電耶 能源信念耶 你主要訴求你都不知道 你看你看 你看這個部長 我才有資料啦 你請那麼多人出來走 你就都不知道人在說什麼啦 你怎麼 你怎麼 你怎麼接近民意嘛 對不對 蛤 我都為你注意啦 他有資料 你不知道現在我已經告訴你了 那你是不是能夠就我們 人民這個 上街頭 緩和 那麼所傳討的這些信息 我想禮拜六剛剛走完嘛 今天是禮拜一嘛 是不是能夠 這個 來對人民做一個回應 對他們的訴求做一個回應 可以不可以 是 那個 這邊好 就是說核一二場 應該要 核一二 三場應該盡數的除役 不得研議 對 關於這一部分呢 我們的 我們的一個政策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把所有的選項都保留住 我們按照時間 一切都是按照時間去進行 那麼 原子靈委員會也有一個 非常嚴密 對我們的一個 對台電的一個監督啦 所以這一部分呢 我們現在的做法 就是 留住 我們的一個選項 好 那麼按照它的時間 去進行 過程當中 我們一定要嚴格的遵守 安全的規範 部長 2025年 揮和家園 國民黨的主席 跟民進黨的主席 都分別對台灣人民 先訴 絕對不是口號 一定要落實 這一點你怎麼對台灣人民做回應 我想在這個時 在這個時點上 在這個時點上 我可能還是要 重複剛才我跟您報告的那個內容 那麼我們把所有的選項 我們有幾個 我們有幾個重要的考慮因素 第一個我們的供電能力是怎麼樣 第二個國際上的減和 我們的承諾是怎麼樣 國際上的要求是怎麼樣 供電能力 你看 你看 朱立倫講的話 是這麼簡潔有力 民進黨 這個緩和的訴求 是這麼清楚 今天你身為經濟部長 在今天在立法院的答詢 是洛立八收 講得不清不楚 立場也不知道你到底在講什麼 生的時候我是覺得 老百姓 左上街頭 難道他們真的去散步嗎 你真的都沒有在意他們 昨天的上街頭的這個 這個訴求嗎 我是覺得你實在是 我真的覺得你今天的這個答詢 我真的對你太失望了 真的太失望了 你真的真的不知道 到底現在他們的訴求什麼 2025年的揮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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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口號 我們要怎麼去落實 這個你應該要很清楚更對台灣人民要做說明 你最近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中國的一個中央前的一個主播 柴晉 柴晉 他的那個片子叫什麼 窮頂之下 有沒有看到 有有 有沒有看到 他們現在他們 中國大陸 尤其是北京 那種空氣 那種污量的情形 他們把它揭發出來了 我是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影片當中 最重點的 就是說 很多的這種 很多的這種 很多的這種租源 都被這些 所謂的 國際 掌握 壟斷 現在我們的意思也是一樣 我們現在我們都給台電的掌握 壟斷 你不能夠完全全部都聽台電的 你不能夠完全全部都聽台電的 事實上你應該站在一個經濟部長 如果真的要貼近民意 如果真正要了解 事實上也應該要好好的去了解 整個台灣的一個能源的一個政策是什麼 未來我們能源的走向是什麼 事實上你應該要重新再做一個思考 才是真正在回應台灣人民 對於緩和的一個試求 今天如果說你今天你今天講的這些話 事實上我告訴你 你真的是不夠給我當經濟部長 你整個這個藤原政策 到底未來的走向是什麼 還是不清楚 我是覺得非常遺憾的 包圍 台電它是負責電力的供應 從經濟部的觀點 當然第一個 要考慮的因素要比這個 只有供電這一部分 要有更廣更廣的考慮因素 我們會嚴格的督導台電來執行 我想昨天 昨天 事實上大家在談能源新政 事實上大家對能源的心願 事實上你應該要去思考 也就是說我們未來的 我們的這個 這個怎麼去做一個 我們力量的一個 一個發展 這一點是應該你要去做這方面的思考的 今天你要來一次 長篇大陸你本來就是到立法院來 是應該要知道 委員一定會提問的 你的新的一個能源政策是什麼 你應該要講的 你應該要講的 我給他看你 你敢說 你完全沒有 我覺得我應該把事情講清楚 就是應該讓大家都有充分的資訊 那我想我們今天提出來的這些 這個台電的一個招標 違反預算法 秒數國會 我想這一個是我們必須要很嚴肅的來面對的 事實上這個剛剛很多委員也特別提到了 那 那 部長我想 你要看一下 104年度的這個 核能發燈的這個 後端營業基金 第五個 第六位 那他們寫的很清楚 特別提到 核一核二廠用過的核子 染料小規模國外再處理計畫 特別著名喔 我們這 裡面特別著名 我們這一個計畫是奉行政案核定在案 是104年到127年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錯吧 是 但是 但是你們 你們要了解喔 核子燃料再處理計畫 是從 104年開始的一個新興計畫 是不是新興計畫 是不是新興計畫 你告訴我 是我們 因為他這個原來就有一個計畫在那邊 我們現在把它 解釋著 就從 你們的這個計畫 103年是沒有再處理啦 沒有再處理 沒有再處理吧 你們104年後面加 再處理這個計畫 對 所以也就是說 104年開始到127年 這是一個新興計畫 沒有錯吧 是 是不是這樣子 總經理 沒有錯啦 所以你們不要蒙騙部長 但是我們經過後面這個程序 整個程序是一個合法的一個程序 什麼合法 你們已經違反 預算法第54條啦 我們新興資本 我們新興的一個 資本支出跟新增的一個計畫 都必須 照我們本年度 預算完成審議 審程序後才能夠動用 對不對 這個是54條 明文寫得很清楚的喔 但是你們今天 你們今天這個預算沒有經過招標 這個通常會在這個招標公告的時候註明喔 但是你們沒有 那你們講的是這個88條 你剛剛也在報告書裡面說88條 沒有錯吧 對 不只講 所謂88條 他有講兩個特殊的一個情況就是 就是發生重大變遷 還有一個就是正常A5之切實需要 沒有錯吧 但是你要很清楚 88條的第三項很清楚喔 所謂的這個正常A5之切實需要 什麼叫正常A5 你這個是護士 你這個是護士單位經常性A5嗎 你這個是新興計畫耶 你不是經常性的A5耶 你怎麼可以應用第88條呢 而且你剛剛講的 必須要有重大變遷 又沒有天災地後 你為什麼有什麼重大的一個變遷 所以你們所引用的第88條 基本上是有問題的啊 護審機長 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護審機長 你什麼就我剛剛所提到的 你第88條 他引用的第88條 其實第三項的規定就很清楚啦 是不是這樣子 我說你怎麼聽到 那個我們審計部是監督執行 我知道你監督執行 我知道你監督執行 現在我就是叫你監督執行 如果他們說行政界說要引用第88條 這樣可以嗎 這樣合法嗎 預算的解釋 是不是先請主席總署來說明 我剛剛已經是 前面對你監督執行 我護主席講 剛剛的主席總署就在這裡說明嘛 他剛剛的說明就是尊重行政院嘛 沒有錯吧 所以我才要接下來問你嘛 因為時間關係我要問你嘛 如果說他引用第88條 有重大變遷 正常性業務 那事實上都不符合嘛 我們也沒有所謂的重大變遷嘛 那所謂的正常性 也就是要經常性嘛 那這個是附屬機關 它不是經常性嘛 它是一個新興計畫嘛 那如果說這一次我們預算把它刪除掉的話 那這個就沒有這個計畫啦 他怎麼主行啦 他怎麼主行啦 他怎麼現在就把 醫生還沒有通過 現在就把這個 把這個這個公告 把它把它提出去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 也講過就是說 照預算啦 88條還有蛋絲規定 就是說 最後要核銷一定要經過行政院 經過立法院備查 對 所以 所以你看 立法院也沒有給你們授錢喔 你們送到立法院來了 也只有104年度的預算喔 所以你們切齊嘛 你們也要說 所謂授錢4年對不對 那倒是 但是這個你們都沒有喔 你們一下子就把它花包24年 那這個新興計畫如果在今年 就被把它刪除掉 你們怎麼去執行這個計畫 這是第一點 所以我建議 部長 我想我們等一下會提出一個臨時動議 我想國民兩黨大基本上 這個態度很清楚了 大家對於你這個花包程序 違反預算法 大家都同所敵開 而且描述國會非常清楚 我們希望 我們部長能夠立即撤回 尤其是 尤其是這個荷蘭廖的再處理 其實會產生更多的一個高方式性的 這個 這個 廢氣物 你剛剛講的說 好像 好像送氣 跟回來體積會減少 減少 對 不管是它這個 輻射的程度 不管是它的容積 都會大幅大幅的減少 這個才是整個處理的目的 部長 你要看到 你要看到這個 英國把這個產業的廢氣物 印回日本的這個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是什麼 是比原來的 多了6.7倍 你知道嗎 不會啦 怎麼不會 你們把 我們把這個 核廢料再處理的計劃 是把部 跟佑 我們提出來以後 然後 不管是 不管是 法國英國 他們都一再的 在 他們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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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的法律名文規定喔 就是 不得所留來自國外的放射性會 虛物喔 所以他們把所有的這個什麼 處理過的這些喔 這個 包括這個 這個 綠王啦 防護衣啦 鞋啦 手套啦 還有 還有很多很多的這個 耗材喔 把它 一併 把它 運回 你們這個國家 不管是日本也好 或者是我們台灣喔 那這樣算起來的時候喔 教員日本過去 讓英國這樣處理的喔 算起來 那是 那是 這 回來剩6.7倍 就大 就像這樣子 原來一宿不是這樣子喔 來來來 我們原來一宿是多少 我們原來一宿大概是這樣子喔 原來的一宿 燃料宿是這樣子喔 回來是 一個 一個怎麼樣 一個銅 一個銅 來 請我們這個 它那個工程師 較慢 我是給你 我告訴你 這個資料也不是我自己講的啦 我自己講的 這個是 有照片為證 所以我今天只是要告訴你說 我們現在用過的燃料棒 到七年底已經超過一萬七千多宿了 那這一次我們是要處理一千兩百宿燃料棒 沒有錯吧 那這樣子就要花掉一百一十二點六億 如果照你們的公告 那這樣子的話一宿平均就是要九百萬 九百萬 未來如果要再處理一億一萬七千宿的話 我們還要再花一千六百億 而且這樣財政上怎麼負擔啊 核武端基金一個人存有一筆錢在那個地方 這是一個 第二個我們一定要給我們的核廢料找一個選項 你們現在 處理一個選項 這個基金大概多少錢現在 現在還有兩千四百 兩千四百三十億 那現在我們光要處理 現在要到今年的 這到今年的總共的一億一億萬七千數 再加上現在的一千兩百數 那未來我們即將要處理到 就要花到一千將近八百億的這個經費囉 所以現在我要告訴你的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事情如果往後再延長二十年以後 你想想看 剛剛有特別有提到 二十年後你現在要把運回來啦 要把人放在哪裡 放在朋友 放在媽祖 還是放在金門 放在地道 還是要放在哪裡 還是要放在哪裡 你不可以告訴我 我們都要處理 他有一定的程序要去處理 地質 安全 他那個很嚴格的要求 從早上到現在為止 你都沒有講出處理方案 他有一套辦法 他有一套規定在那邊 大家都會嚴格的 原能會也會嚴格的去督導 他這個辦 他督怎麼倒 現在我們都提出這麼多的主意了 現在大家都上街了 現在我們在提了這些事情 也就是說 為什麼老百姓會擔心 就是說我們不要說 我們現在在說 說核能 核能 說核能 用核能都很簡單 不是這樣啦 但是用後 我們只要把這些這些廢棄 這麼高階的廢棄 怎麼處理 都是一個問題啦 所以我今天特別提出來 那我們希望 部長 好好的思考一下 等一下 我想這個案 我們就撤下來 我們重新再來做一個思考 提出一個 真正符合我們這個 預算法的 這個規定的 我想改功告 這塊的公告 這塊的酒標 這塊的酒標 以上謝謝